快速选择这一块 如果说我们想快速选择黑色区 我们就点一下它 这边有一个连续 当你勾选上连续以后 你看我点一下这个地方 不行 咱们从这边再点一个小黑点 点个小黑点 因为他们连载 如果说你们勾选了连续以后 你看你点击黑色 它只会选择和这个地方相关的黑黑色 当你把连续取消掉以后 它会把我们画面当中的所有的黑色 全帮你选择起来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填充 一个全黑色 现在的话它为它选择不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容差 容差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去讲容差值是干什么的 用我们的模棒工具去点一下 点错了点它 然后我们再去填充一个纯黑色 红的 对不对 你看它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的 它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说模棒工具的话 它会帮你把所有当前你点击的区域 比如说我们点击的黑色 因为只有黑白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东西选择出来 知道吧 那么我们的选择的 选择的区域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点击黑色的区域 你看它就是这样的 我们点击白色的区域的话 你看它就会帮我们把所有的白色区域全部选择出来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重新填充一个红色 是不是就是不是也可以呀 这就是我们选择 它是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把同一个种类颜色的话 帮我们快速的去选择起来 那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红色容差值是什么意思呀 OK我们先去来画一条红色的 然后我们再来画一条什么颜色呀 和红色特别接近的一个颜色 这是两个颜色对不对 OK我们用模办工具点一下它 你看我们给它改为100 好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容差值的话 这个参数越小 它选择的颜色就越精准 比如说设置为10 它就比较的精准 你看我选择哪个就有哪个 当我把容差值改为100的话 就是说它可以去选择和红色相近的一些颜色 比如说稍微偏一点点的粉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再去挪动 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色差 它是有色彩的 但是可能看不清楚 非常的接近 我们现在点100 它会全部帮我们选择起来 因为它的容差是比较大的 它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粉红色 它可以容纳深红色浅红色对吧 同一个色气的颜色 它都可以被容差起来 如果说我们只想让它选择一点点 你看红的 这个地方还是不够 因为它们的颜色接近太过于近了 我们改到2 对不对 你看它是不是就可以把每一块的 就是说这个参数容差值越小 它选择的颜色就越加的精准 它容差值越大的话 它覆盖的颜色的范围的话就会越大 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 对 误差可以允许你有一些误差效果 对吧 我们选择这边黑色也是一样 对不对 对吧 你看如果说你的误差很大的话 容差很小的话 你看我点一下 对啊 我应该选择它 点一下 你看它有好多地方 它是选择不到的 因为什么呀 它只能选择这种发灰的 那种发黑的话 选择不选择不起来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给它改的大一点 10个 它就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容差效果 如果说我们改到20 它可能容差性会更大一点点 你看 是不是 那么它会容差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说你容差到50的话 它甚至于可能的话会把我们 你看这个球片里面的那些浅灰色的一些点 它也会被我们选择起来 所以说这个值呢 是可以去控制你这个黑色的选择区域的 那这个参数呢 你要看具体的情况 对不对 你的主体和你的背景的容差呢 就是这个颜色差距是不是很大 懂吧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的选择范围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看它有一个颜色的容差 我们点一下这地方 你看 对不对 容差值越大 白色的呢 白色区域就是我们选择区域嘛 白色区域的话 就是选择的越多 对不对 那容差值越小的话呢 是不是它这个边缘的话就出来的越厉害啊 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会有回放吗 懂了吧 好 咱们再来说一下 回放的话呢 还是那个话 参加13期训练营的 我们都会提供一个回放录屏啊 13期训练营的参加方式呢 是免费的 怎么参加呢 你们可以去找那个彬彬啊 那这种的单单体的一个球体的变色 应该会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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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